美人你這個在教學生 補習班的時候 學生有沒有什麼蠢事 學生喔 學生的蠢事 因為我並沒有跟他們生活在一起 可是他們很可愛 也不能說是很蠢這樣子 比如說我到每一個補習班 我通常都要趕火車 然後有時候會來不及 那他們學生有 外縣市幾乎都是騎摩托車 所以當他們知道 我是一個不會騎摩托車的人 他們沒有辦法想像 因為外縣市幾乎沒有什麼公車系統 所以我就說 那就有人要載我這樣子 然後同學就會講 今天阿娥你給老師載快一點 然後你知道他 他說快馬加編 然後你知道他怎樣 他發動摩托車的時候他會 妹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真的好可愛喔 很妹 對 會妹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我上課上很久 然後上到我會跟他講說 下課時間一定要告訴我 一定不可以讓我遲到 因為我要趕火車這樣 結果我有一次教那個 計十二郎文 教到最後 一看時間 說你超過 你為什麼沒有跟我講 他說 老師因為你講得太投入了 我們不知道怎麼要攔住你這樣 然後從來沒有 所以你變補教名師就是這樣 沒有啊 有時候會自己很投入 但是學生也不一定有聽到 我也感覺到睡覺 真的假的 太累 自己睡著 我真的在台上睡 嘴巴還在講 突然一陣子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對 他醒過來這樣子 我媽媽你媽媽 真的也會這樣子 這樣子 站在那裡睡著喔 對 會睡著 累啊 會累啊 真的會 而且其實 我累一天打幾個小時 才去到晚上 有時候一條龍的就很累啊 而且是站著耶 站著一直講耶 對啊 然後通常去比如說去台中 那台中補習班 因為我們可能就要過夜啊 然後就會 他就會準備老師的房間 這樣就有一天 我一大早起來 我就說 為什麼我 為什麼煙灰缸在門口 那樣子耶 很奇怪啊 很奇怪啊 我說為什麼煙灰缸丟在門口 後來那天 我去跟教務主任講話 因為要講課程考題啊 他的派對我說 你今天是怎樣 心情不好 他說 你沒有發現你房間有 門口有煙灰缸嗎 我說對 有耶 很奇怪 怎麼會有煙灰缸 我早上去叫你 你丟出來的 對啊 你自己都不知道 太累了 沒有記憶 我那時候錢穿很多 這樣敢 是比學校多啦 然後我有一次去 有一次下完課 中間有個空檔去洗頭 然後那個洗頭妹說 啊 余老師 那你都一個人住嗎 我說對啊 我後來就不好意思住 補習班的宿舍 因為會丟人家煙灰缸 然後我就去住 以前台中的一個叫川王 一個Hotel 所以然後我就 然後結果他就問我說 那你一個人住 你不會害怕嗎 我到現在印象很深 跟他問我這句話 我說 嘿 我應該害怕 可是我連害怕的體力都沒有 因為你有疲了 是不是 太累了 疲 我跟你講我真的就是 交完一回飯店之後 門一關我就脫外套 我也沒有放哪裡 就直接丟地上 然後就是沿途脫脫 倒到床上 不辛苦 真的很累 第二天再說了 因為已經交到最後一點力氣都沒有了 那麼累喔 然後 其實我不是阿飄 其實有跟你拱起來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連拱也不知道 老爺床也不知道 真的 我會跟阿飄和平相處 因為我們大家不要害怕 很痛 然後我覺得很好笑 我那時候才知道 真的自己覺得很蠢那樣子 因為我有時候很晚回來經過 然後就會有 就會有那個內獎 待著小姐 站在某一個房間的門口 然後我到時不知道這幹嘛 我還說 你還在找人喔 然後就會有一個難得開門 因為他單純了 太單純了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們是住飯店之後 才知道有這種事情 後來混熟了 我會跟那個內獎子問 我說 欸 這樣退貨怎麼辦 他說 會付50塊車錢 那你車費啦 50塊車費這樣 然後 然後有時候我都想說 這一定都退的啦 很無聊 你不是沒有體力啊 就很喜歡看那種 人家帶小姐站在門口 你沒有人說 這次不要去 你什麼要問 不行啦 我就邊講說 這會不會被退的那樣子 我就覺得很興奮 還偷開門出來看那樣子 那樣子 那不叫退 所以他叫打槍啦 打槍啦 打槍啦 張業術儀叫打槍 對 術儀叫打槍啦 我不知道 我們家鑑鑑有一間那個 那個 那個是Hotel 休息住宿的 有一個朋友也住在那裡 管理完 有時候我來管理員 拖禮嘛 因為那個有在做 有在做的之後 現在只要十分 如果吵一吵下去 如果說這個 就開始吵兩個 你看什麼幾分鐘就吵 真的 沒有 你怕錢嘛 一定是用怕錢的 看這個你看 這個是十幾分鐘出來 就在那裡 真的一百塊拿出來 開始在那裡 在那邊賭就對了 真愛賭什麼都能賭 所以你知道有時候 你真的 跑江湖有跑江湖的收穫 像我們這種就叫做 跑江湖的那樣子 高雄也要去 台東也要去 高雄 台東 你怎麼會這樣打 沒有固定的那個地方 我們本來就不 沒有 名師要全神跑 也沒有啦 因為 武器班都是這樣子的啦 因為國文嘛 他也不可能就是固定 這樣子 然後最蠢的事情就是 我都想說 我會講說 我是一個老師 那你真的不要騙我這樣 所以我當時 又弄了一個教室 然後要換一個玻璃門 那個包工的 我說我是一個老師 我請你不要騙我 這真的要4萬 他說你是老師 我絕對不會騙你 因為你老師 我告訴你 你不要說你老師 結果我一個朋友來說 你老師 我告訴你 騙門2萬5就起來 還拿4萬5 真的 後面有一個師傅在講 我是一個老師 你不會騙我 我 我一個那個 出版社的老闆 虔誠的基督徒 然後他的房子賣給他說 那一個人說 我也是基督徒 我絕對不會騙你什麼樣子 結果是用他對基督的那種信任 我相信你 你也是基督徒 結果還不是騙他 你有沒有坐過警車 我坐過警車 因為我是一個老師 因為我不是他春安演習 因為有 計程車把我丟在 就是丟在凱達格蘭大道那邊 我要趕火車站 就一下子 我趕不到火車就完了 我就攔警車 我